香港的朋友 看看能否減低我們的參考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沒有一定他們的社會行動力 或者對整個台灣的想像 基本上我覺得是值得我們很多的參考 請問準備好了嗎 好了 他們還有一點時間要準備 簡介一下 接下來是香港社工復興運動的代表 不是代表 即是朋友 不要說代表很敏感 這個是名詞 會和大家說一下 其實在香港一些社工如何參與不同的社會政策的倡議 或者是會否說雨傘運動的東西 少許都會說這些 好嗎 給掌聲 大家好 我叫Lemon 今天代表社工復興運動出來 說一些我們一直以來在社會運動的一些參與 雨傘我們會賴一點 但其實除了雨傘 我們在不同的地方都有一些社會運的參與 有不同的認識 對 可以介紹一下 希望 如果說得不好 我多多包含了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來跟大家說話 社工復興運動 我們其實都是三個東西 社工復興和運動 社工很明 不用怎樣解釋 運動也很明 都是一些動作 但復興是怎樣復興呢 我們都是想 回到最原初 社工起家 做一些發聲的工作 做一些政策那邊的研究 我們主要在運動那裡做一些發聲的工作 其實從頭到尾 我們組織成合了這兩三年 做過些什麼 我們就介紹一下 譬如一些簡單一點的 就著一些社會議題 或者一些比較有爭議的東西 有聲音的東西 我們都會做出一個表態 出一些聲明 之前包括了一些什麼 譬如全民退堡 我們也有就我們立場 說過 之前明報的總編輯 劉俊濤先生 遇襲 我們也有出聲明 譬如關於社工事 出過一個 是一個0.08職位的社工 如果大家有印象 當時也有膽小 但其實背後也有 制度上其中一個問題 我們也有說過 譬如吳亮星先生 他現在表決通過 通過了什麼 通過大家應該有印象 就是當時東北的一個撥款 現在又說司法覆核 但是這個那邊也一直做 大錢那邊批了 應該準備動工 文情報告那裡 之前雨傘 後來政府說出了一個文情報告 即是說過一下 提出了雨傘運動的八幾多天 中間一些東西 我們也有 再出一些回應 其實社工報告運動 講到復興 這麼有型 只是出一些 聲明 譴責 這麼低調 這麼dry 這樣又不是的 譬如我們 社工經常被人救病 他最順便會報警 那小妹大肚子 報警抓了男朋友 那小子有毒在身 報警抓了他 是聖仔 其實報警這個動作我們是會做的 而我們也真的 那次組織了大家的社工去報警 在灣仔那裡去證總 大家排隊 排到半夜三間 都奇而不捨 去做我們社工被為 最懂得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報警 講起發聲 我們也爭取不同的平台上 去講一些我們想要講 或者覺得社工應該講的 事件 上過電視 城市論壇 張國雄藍錄 電台 電台 就新近一點 譬如回到佔中 佔中 其實社工報警運動 我們成立了社工隊 雖然後來時態的發展 和當初的意念有些不同 這樣 變成我們想著做的事也有些更改 譬如我們在佔中 開始之前 幫忙搞D-Day 一路協助 佔中整件事去 到佔中開始了 發覺 每個時下都不一樣 不如試下搞一些商討 因為大家坐下都坐到悶了 其實你這樣坐下去很忙 沒有人的意志 譬如大家聊一下 有甚麼出路 即是想著出眾溝通 尤其是那個牆 那麼多人 其實沒理由 每個都只是睡 只是坐著 沒有事做 既然坐在那個一份子 認同自己是運動的一部分 就想大家集思廣益一下 會不會有其他出路 除了說 因為當時我們主要是在 煲底 立法會門口 主要是在那裏搞 給附近的人去參與 除了那部分的人 我們也真的有搞過社福界的商討 真的領著社工 或者社福界的員工 過來討論 多些社工那邊的角度去說 其實接下來這件事 大家的發展思想方向是怎樣 這樣 除了後雨傘之後 我們發聲的工作 亦都會想 當時成長散落社區 其實不只是把雨傘的東西 就散落社區 我們也將一些民生的東西 都想滲到社區那裏 譬如我們現在 我一會介紹那個 反軟社卷的社工陣線 譬如軟社卷這個議題 大家不明白軟社卷不要緊 我們另外有個Facebook 也會之後一年再活動 可以了解多些 但是把反軟社卷這個題目 就去一些老人中心那裏 去一些地區中心那裏 跟那裏的員工 跟那裏的社工去說 其實發生這件事 反軟社卷是會怎樣影響到一些長者 他們之後的安老的選擇 去跟他們說 令他們知道多些這件事 亦都可以多些反思 反思其實就不只是 局限在軟社卷這件事 其實我們最終會想 大家都不如想想 整個安老政策 到底政府現在正在做事 是安老還是弱老呢 你是給多些選擇的老人家選 就是逼他去選某一件事 這個也是我們一直有做的工作 如果扣連社工那裏 我們也有一個社工的網上雜誌 就叫做社福佳 久不久都會有笑 即是有看的 都會有些社工寫一些文章出來 做回一個論述 因為我們知道只發聲 你不是走出來喊一句口號 然後就走得 但不過實正一點的論述 就是在那裏寫一些文章出來 可以用一個長一點的篇幅 去展示自己的理念 和一個社工的價值 其實做那麼多事情 不是說只是給一些醒了社工 我們叫做 其實我們做那麼多事情 都想一些未醒 將近省的人或社工去 延起他們的信念 因為畢竟是復興的 我們醒了坐在那裏 大家罵悶悶 很熱血有東西去砌 其實就是想扣連多一點 其實有些可能準備動的 或者快要動的社工 讓他們多個平台去接觸多一些 比較社工應該關注的事情 因為其實剛才聽到 例如澳門的同工都說 放工做社工 其實大家都應該差不多 在你上班那段時間 你想做什麼發聲的 你想做什麼抗爭呢 當然有思考的空間 但是大家稍微思考 大家都明白局限是真的大的 用我本人來說 上班最擅長的就是剪剪貼貼 有些宣傳單章、貼紙那些 就坐下 你真的想坐在中心那裏 好整以下 慢慢打一篇論述 不用多五六八字 你覺得你一天 是不是真的可以有那個空間 有那個時間 坐在那裏就打那五六八字 中間是沒有客人 沒有叫 老闆沒有叫你做任何事情 你不用突然出去見街坊 或者沒有什麼特發事 要你處理 你是不是有這個空間去做這件事 變成我們大家都是 放工就走回去 才出去做一些社工應該做的事 再說白一點 你上班其實就是做社會控制的事 我們現在香港的社工 整個體系 尤其是拿政府錢那些 不論你做家庭的 做家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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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做一些社會控制的事 我們放工才做得回 自己社工應該做一些發聲 和一些爭取的工作 大哥很累 在一個這麼累的情況下 就是我看 我覺得自己也是一個 預力的人就遇上了一塊浮木 遇上了這個社工無興運動 有多些同路人 貼著大家多些力量去做一些 社工應該做的工作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 其中一個出路來的 當然這個是一個 比較悲哀的出路 例如我這樣說 因為你放工才做一番社工的東西 你上班依然都要是 真的 難聽這些說句 你真的 流著眼淚去吃那塊糞便 一路做你 可能你覺得很討厭 或者你覺得 打一份工作而已 一路做著那些 很需要控制的事情 你要等到放工才可以 繼續 釋放自己 去做一些社工應該做的東西 其實我們如果只是做一個 這樣發聲的工作 叫做 跟一些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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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只是我自己 我自己的演繹 如何把信念帶回工作的層面 例如說公屋 很多街坊走來 哎呀 環境差怎麼差 能不能加快公屋的申請嗎 好了 說完一輪之後 除了說 其實政策就這樣 解釋完政策之後 又跟他說 說回 哎呀 政府這幾年真的不多肯建公屋 或者公屋供應真的少 他留起了哥爾夫球地 又將事實盡量呈現 不是 將事實又拜給街坊知道 除了讓他們知道 其實政策上真的沒有辦法 但是在政策 另外一些 其實整個社會真的發生什麼事 也都讓他們知道 是沒有辦法 除了沒有辦法之外 政府亦是不多想辦法的 即是不知道 他們想不到還是不肯想 但是政府也是 擺了這樣的姿態出來 還要拒絕你們在街坊不知道 其實剛才說完我們社工復興運動做過的事 其實我們背後的理念都是 除了說很隆痛地學回社工原初的信念 其實我們做任何發生的工作 帶給街坊的工作 背後都是六個字而已 事其是 非其非 你是的 你又說是 不是就是不是 這些才是我們社工 即是背著社工的名字出來 說這個 那樣 即是出來說話背後的理念 那麼 今天的分享都差不多這樣 可能是短小事了 大家不要解釋 謝謝 謝謝 其實 真的挺短小的 都不要緊的 其實剛才都聽過香港的朋友 可以說一下 其實在這個制度裡面 怎樣去做一些意識的滲透 又或者其實 怎樣在日常的服務裏面掙扎 盡量能夠令到所有的朋友 街坊 或者我們的服務使用者 可以多關注社會上的問題 其實都是各自在不同的範疇裏做的事 無論是澳門 台灣 和香港的朋友 好